今天也是香港回归中国18周年的纪念日 特首梁振英抨击泛民主派人士 误判中央政府底线 让香港人失去普选特首的机会 而民主派人士则上街示威 要求梁振英下台以及修改基本法 港府上午在金子金广场 举行回归18周年庆祝活动的升旗礼 包括前特首董建华等各界人士出席仪式 梁振英在过后的酒会上表示 在政改方案遭立法会否决后 香港应该抛开过去的政治纷扰向前迈进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三年 其中两年政改问题消耗了大量精力 普选行政长官电已被否决之后 政府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努力 也都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配合 梁振英警告 如果少数立法会议员及个人 执意杯葛民主表决程序 或滥用司法行政程序阻挠社会发展 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将事被公办 香港民主派人士再度发起七一大游行 几万名示威者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 游行到政府总部 示威者的诉求包括重启政改 修改基本法及要求梁振英下台 警方则派出几千名警员在场戒备